滚烫滚烫的,这都发烧了 没事,他一听歌星唱歌,他就发烧 那就是坐下病了 哎呀,这身上咋这些泥点子啊 快拖下来,奶奶给洗一洗 别动,咋的 这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您知道这是多么珍贵的泥点子吗 珍贵,你把它挂到墙上供起来 讨厌 我说这泥点子也这么值钱 您知道这泥点子的来历吗 不知道 那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夜晚 天王巨星的演唱会刚刚结束 我们冒着大雨 把我们鲜花在马路旁边等着他的车 奶奶,你藏过那种等待人的幸福滋味吗 没藏过 快,车灯亮了 越来越近 我看见那个歌星冲我微微一笑 我们这鲜花呼喊着上千篮在那车的时候 就听你那车轮刷了一下 听住了,开过去了 开过去了 可是 那车他见了我一生的泥 那是多么幸福的泥点子呀 这真是个神经病 我要知道你好这个 你都找你爷爷去 找爷爷 你爷爷摔砖的整天就捕捉你 真是丢人哪 一个高中生不好好学习 成天就一门心思的琢磨这个 你看看你那个学习成绩 每次学校开家长会 爸爸都没脸见老师 你瞧,你瞧,你瞧,啊 你瞧瞧你这意习啥了 啊 问 郑成功是什么人 打 政治化的弟弟 啊 他是政治化的弟弟吗 那就是他哥哥 反正他没有政治化的名气的 哎呦 他不会 你都好好嚼着他 你转他圈啊 郑成功 他是民族英雄 啊 他为了抗击外来敌人的侵略 他带领着船队出海作战 在台湾 对呀 这句话肯定也在那条船上 要不然他怎么会唱水手这句歌呢 风与中舌天通 不算什么 他干擂 不要问 为什么 1991年至今 风风雨已经20年 蔡明的努力是我们大家荣目共睹的 虽然每年的春晚 观众都会被蔡明给逗乱了 可是在这些笑声的背后 却有很多令蔡明难忘 甚至是伤心的经历 1995年春晚 蔡明和郭达表演的小品父亲 不仅感人 还非常具有社会意义 因而受到观众和业界原始的肯定 但这个他们自己也认为相当有把握的作品 却意义万落马 再问你你就说不知道 残忍的是 不愿意义 不愿意义